頭條開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不過說到了美國的經濟面 我想其實我們常常在看到一些 經濟數據的統計啦 這個可能讓大家覺得比較無感 可是我就來跟這個委員 委員其實在之前在美國生活 也有很多很多相關的經驗 那對於美國一定有程度的了解 現在我們看到幾個報導 然後你就看到美國人是怎麼過的 他們現在的日常是什麼呢 通膨的確衝擊到很多的人 那結果之前本來疫情的關係 很多人的婚禮都延後 一直延一直延延一年延兩年 好不容易終於現在要辦婚禮了 因為疫情開始好像往下降溫了 小孩子生出來了婚禮還沒辦 結果現在啊 說哎呀早知道當時就應該勉強辦一下 因為現在辦婚禮更貴啊 成本提高比去年增加了就有8.5% 那跟前年相比啊不是更貴嗎 然後你再看男性需要穿衣服 這個增添行頭嘛 服飾漲了14.5% 女性的漲了10.1% 好這只是婚禮的部分 還有很多的上班族要通勤 要嘛就是開車 但是開車現在油價貴 所以不開車的話呢 搭火車有的地方的確是可以 這個搭火車來通勤 結果呢開銷一樣增加 然後員工就大吐苦水了 我連通勤都沒辦法 如果真的是要搭火車的話 好吧那我就要付時間成本 花一個半小時誰受得了 這一來回不就三小時了嗎 再來Amazon說好現在啊 美國很多人啊 他們要什麼宅經濟 結果在家裡面滑滑手指 然後呢就可以怎麼樣 訂貨 網購 哇結果現在呢 這個Amazon卻告訴大家 你賣家喔 拜託這個現在喔 我必須要因應成本的關係 要多收5% 這個叫做燃料跟通膨附加費 天啊怎麼算來算去 通通都是錢 Amazon當然是全世界很大的電商啦 對他來講喔 你上網去買東西 可是他還是要派人 把他東西送到你家去 所以這種運送交貨的過程裡面 他當然會有很多卡車啦 運送的工具啊 這些運費都漲了嘛 所以你也不能怪他 說為了要反映他的成本 他必須漲 因為畢竟他是民營企業 他不是國營企業 沒有理由要他去吸收 這個通貨膨脹帶來的成本 但是比較好一點就是說 不是每一個人每一年都在結婚 我跟大家解釋 通貨膨脹的計算是說 一個人平常每一年裡面 大概買哪些東西 你買的東西今年可以花完的 然後才會把它納到 這個物價統治裡面放回來 有舉個例子 你買一部車子 車子漲了 他不會把車子 車價全部算在今年的通貨膨脹 他會把他的折舊 漲價了以後的折舊的一部分 拿來算在今年而已 所以房子漲了 房價沒有在通貨膨脹的計算裡面 只有房租在這裡面 所以你就知道說 結婚即使漲了太多 會計算到通貨膨脹的比例 是低到不得了 再回來的話 也許有字凶有需要的話 就漲得比較凶 所以這個8.5%是一個平均數 主要反映的是能源 就是瓦斯費用 電費 車票費用 還有食物 零零種種的 那對於一般老百姓來講 他的所得收入一定是占最大宗 就是這些花費 那這些花費裡面只要每一年漲8.5% 他就要算說 那我今年所得有沒有增加8.5% 沒有的話我就是被擠掉了 是啊 跟不上那個漲幅 這個氣當然拜登是說 你不要氣我啊 你要氣普廷啊 因為普廷幹了 所以你才會漲8.5% 老百姓不會管你 你是美國總統 我繳稅給你 要不是繳稅給普廷 我當然找你算賬了 所以為什麼他的名料會低嘛 但是好處就是像剛才FED的主席講的 我們美國現在還缺工 他講我們美國還缺工 缺工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老百姓的勞動力 就充分實用了 企業還找不到人 對 所以他的失業率就一直往下降 目前美國的失業率降到3點多 在美國的歷史上 已經算是蠻低的一個 當然川普會講說 我有功勞 從我時代開始降了 你不夠割稻草尾而已啊 兩方面就會有點爭執 但不管如何 缺工代表著美國經濟 還在強勢的反彈當中 可是通貨膨脹 簡單講就是經濟體制上面的發燒 所以你這兩個通貨膨脹 到一定程度會倒過來 理論上一定會倒過來阻礙經濟成長 到時候失業率就可能往上彈了 這是他的憂慮的地方 那在美國的生活上面 基本上美國的儲蓄率非常低 除你醫療之外 我再打幾個比方 我們臺灣的儲蓄率 就是每一年存下來的錢 跟我的GDP的比 這個比例的算法 臺灣大概三成左右 臺灣只要賺100塊的GDP 大概會存30塊 但是對岸隔壁 中國大陸存45塊 我跟各位講 美國只存7塊 所以對美國很多人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多的儲蓄 如果今天物價漲了 他這個整個的生活壓力就變得很大 就會造成貧富更加不均 但是美國這個國家的主張是人生而平等 但是人活得不平等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要求 所以對於美國人 也許會比較 這個聽天由命 聽天由命 可是法律在選票上就會懲罰民主黨 因為無論如何你畢竟是 執政黨 對 所以美國的經濟實體來講 他還占了很多便宜 我並不看差 理由是什麼 跟俄羅斯一樣 糧食自產自主還可以出口 能源 石油 天然氣 自產自主 還可以賣到歐洲去賺一票 所以對他來講 就是另外一個俄羅斯的翻版 俄羅斯不怕你制裁 那美國說我制裁你 那我自己進口物價也漲 美國物價漲距最大原因是中國大陸 對啊 中國大陸的供貨鏈 最近要出不出 貨櫃也太少了 所以暈到美國的數量都節節攀升 誰要你美國對中國大陸進行經濟制裁 又添加關稅呢 所以對美國的老百姓來講 也會把這個賬算到什麼 算到這個拜登身上去 所以如果拜登不能夠帶給美國的 你一種光榮感 哇 阿富汗處理得很好 烏克蘭處理得很好 外交不休 那內政啊 內政你又讓我的賬單付不起 那這個時候拜登會陷入一個 內外夾擊的困境 拜登他自己有幾個政策上的 這個怎麼講呢 有爭議的 第一個就是美國石化業要怎麼走 因為他是站在這個節能減碳 他是所謂的要重新加入全球 抑制這個暖化這個努力裡面的 所以他有很多是政策是對 既有的石化業 還有就是說一些傳統產業 他基本上他是採取抑制政策 那當然如果說他沒有這些政策 如果說是川普的話 那他這個都會放開來 那他上來以後對這個 對於石化業 對於這個政策是很不明顯 他對於當時有個油管 從加拿大下來油管 他也停止了 那麼他的目標 目標就是說 我要發揮 我要就跟 我要用這個再生能源 盡量掃用這種化石原料 那當然利益甚高 也得到美國比較年輕一輩的人 還有一些比較開明派支持 可是對美國的產業 尤其石化產業的話 其實對他們來講 是很大的一種打擊 那這個打擊就變成說 即使今天 那麼面臨了實際的需要 這個石化產業也不敢大量投資 因為他不曉得你政策在哪裡 你沒有明確的政策的話 他這個資金下去的話 他也是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在這次這個 這個能源危機之前 當時這個德州的這個石化業 就曾經跟川普溝通過 那麼跟拜登溝通過 就是要拜登 能夠放開他的政策 可是政策 你如果說是只是很簡單的 短暫性的行政命令 而不是你對未來的 整個發展趨勢的一個保證的話 那麼這些石化業者 也很難大規模的放手去投資 那投資下去 將來你政策又變了 他就基本上他就打水漂了 所以現在拜登 他也面臨蠻多的這些政策的這種 就實至入口 他要怎麼做 那不過就是說現在美國 其實美國這個國家 基本上 你說他有很多homeless 他越來越都貧窮的 美國政府從來不管這些窮人 他這個社會 連他的意識形態都認為 這些都是 就是loser 也就是說他是社會大 主義很強的 那現在拜登 他事實上他不會很在乎 現在他這個社會上 這些很多很多 他基本上還是要擺好 他的基本牌 對於一些美國最基本的一些爭論的問題 他的立場是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現在他面臨一個很大的抉擇 就是說能源政策 美國的民主黨是相信這個節能減碳 是相信美國 強調綠農產業 強調去年 另外一個就是槍支的自由化 這個東西它是不是能夠威脱 這個真的是大票倉 它是要管制的 它是要管制的 對 那另外一個還有什麼呢 就是移民政策要怎麼做 那這些大方向 都是基本上他能夠維持得住的話 民主黨基本架構還是能夠維持得住 另外還有就是 最近在這個民主黨這個就是 在於這個海外用兵上面 我覺得民主黨一向比共和黨 他們的空間是比較大的 因為它是一個價值取向 所以在這個俄乌這個戰爭中 事實上我認為民主黨的總統 是比共和黨總統 是有更大的發揮空間的 所以拜登我想他2024年 他現在是絕對不能鬆口 因為他鬆口以後 他就提前自己提前撥押 所以他一定要說我要選 任何一個總統如果在 還有兩年的時候說我不選了 那以後沒有人理他 政治就這麼現實 所以他最後才會決定 可是這中間他還有很多 扳回的機會 那麼惡物戰爭是他一個 很大的機會 一個關鍵 自己的傾銷工作要做好 所以我再次給大家推薦 旺旺水神機 有一種比較大的一種 這個物化器 大的物化器呢 它大概有四公升 小的地方像這兩到三瓶左右 你可以買這種小型的物化器 怎麼買呢 來這邊有個QR Code 買的話請你輸入 CTI285